二国的国防部4月12号表示 军方成功试射一枚洲际弹道飞弹 要保障战略安全高度可靠 将军 我先补充一下刚刚韩明讲 那个新弱级导弹护卫舰 其实这条军舰很有意思 你知道它要取代哪一艘军舰吗 取代派里级 派里级是我们台湾的成功级 你看多久了 我们成功级都已经用那么久了 那派里级多久 它为什么到现在才用 才要建造这艘军舰来取代派里级 其实它中间有曾经做过一艘 要取代派里级的 那叫什么呢 叫滨海战斗舰 但是做了以后 发现用了十年 发现这艘军舰不能用 所以又回过头来 再做新的星座级的导弹护卫舰 所以由此可以看到 它整个建军的一个错误的方向 另外你看看它讲的 维基尼亚级核潜艇 你知道它前两年还在骗这个澳洲 对不对 我们叫AUX 这个维基尼亚级就是帮澳洲 要盖AUX潜艇的维基尼亚级核潜舰 那代表说什么 你就根本就是AUX 根本就是在唬人 唬日本 唬澳洲 对不对 你根本就做不 就是你现在给来讲的话 已经这个工程来讲 已经很明显的延宕 你还要把这艘航母 把这艘核潜舰给澳洲吗 这真的是 我觉得是说 后续来讲 我们可以有待观察 美国这个军工产业来讲 确实是已经很落寞不堪 那接下来我要讲 这是俄罗斯 射这枚的洲际弹道导弹 其实它是非常神秘的 可是我特别去看了这张照片 就是它发射那个镜头 我个人也就是这个镜头 我仔细把它研究 我发现这枚是什么样的导弹 第一个它很长 它导弹很长 代表它的固体的燃料 就是它不是液体的燃料 固体燃料它的特性就是什么 就是我可以随时在地面上面激动 我可以很快立即发射 我可以不用发射之前才灌注燃料 然后第二个 我可以在地面上面随时激动 那很长代表什么意思 它的这个火料的射程可以很远 所以它应该是洲际级的 应该是没有问题 第三个我觉得你看它的弹头 它弹头是一个椭圆形的 就是一个碗 跟一个碗在上面一样 这代表什么 代表它是多弹头 它这个里面可以装 如果说只是单颗弹头来讲的话 它应该是尖尖的这种方式 那如果说它是一个圆形来讲的话 代表它有很多的弹头在里面 通常来讲这种多弹头的飞弹 可以多到十颗弹头 那十颗弹头来讲 可能有五颗是真的真的核弹 另外有五颗可能是伪装的 引导敌人来实施这个 这个拦截的时候 射到假的导弹上面 那真的弹头它去攻击目标 我觉得说俄罗斯来讲 发展这个弹头 它一直不停地发展核武 其实对美国来讲威胁很大 那这个普京这个钱 大家对钱就比较有兴趣了 我是觉得说前阵子有个 大概上个月有一则新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说有一笔200亿美元的比特币 那不晓得为什么汇到了俄罗斯去 大家就在猜到底谁汇过去的比特币 比特币大家知道是很容易洗钱的一种管道 那有200亿美元来讲不是一笔小钱 有这笔钱能够汇出来 有这么多的比特币的国家 大概不出几个 第一个是美国自己 第二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国家有可能是中国 有没有可能是中国 那第三个我这次来讲 我觉得是 是不是普丁自己在欧洲这边的 他自己私底下 或者这些钱用洗钱的方式 汇为他自己的俄国国内 所以你说以普丁来讲 他本来就是KGB出身的 他对这种金融 以一个俄国的实力来讲 他人才积极 他要把这些钱想办法转回他自己国内 用这种洗钱的方式转回他国内来讲的话 我觉得是应该是可以办得到的 你美国要制裁他 他一定有他的这种登天梯 对不对 我一定用我的方法把钱洗回国内 那俄罗斯这次跟这个乌克兰 最近来讲的话 双方在发生一场大战 对 就是能源大战 你打我的这种炼油厂 我打你的发电厂 双方来讲做这种攻击 可是还有一次美国讲了一句话 他叫乌克兰说 你不要再打他炼油厂 为什么呢 他说你打他炼油厂的话 这国际能源再继续飙涨的话 我通货膨胀会继续涨 所以他反而叫乌克兰不要去打炼油厂 但是这个普京他就不停的攻击 乌克兰的发电厂 他说我很人道了 我没有在冬天的时候打 冬天来讲我顾虑到乌克兰人民生活 他必须要用电 他必须要取暖 所以那时候我不打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已经进入夏天 我要发展好公司 所以他对他的能源设施 尤其是发电厂 还有基础能源设施来实施打击 大家要知道能源设施包括什么 包括油料管线这些能源 当你这些能源设施被打掉之后 你知道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 他后来有一个坦克大军 他之所以后来会战败 我们大家都看过那场电影 叫坦克大决战 对不对 最后德国为什么输掉 他不是输在他那个虎式坦克被击毁 而是输在他虎式坦克 没有油可以加 所以油料来讲对作战非常重要 我们军人作战后勤补给 最重要三样东西一三五类补给品 就是人吃的 这个敌人吃的弹药 还有第三个油料 这三个都非常非常重要 那如果说攻击能源设施被打掉来讲的话 你可能你的战车就开不动 你的雷达就开不了机 那你的民生基础设施就全部毁掉 民生基础设施毁掉的话 最容易的是动摇民心 比如像我们台湾来讲 如果今天我们都住台湾的高楼大厦 你如果说你住在楼上没有电的话 你水上不去 你水上不去的话 你马桶都冲不了 那你想想会不会影响民心士气 影响人民的生活不变 所以现在普京来讲的话 他已经讲明了 他已经不是一个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特别军事行动 他现在已经挑明是战争 战争来讲的话就是无差别的攻击 没有选择的攻击 他各种东西他都打 所以我个人研判 如果说是双方来讲 这种能源大战 那乌克兰又被美国绑守 绑久的状况之下 那很快的可能乌克兰 会面临很惨的一个状况 好我们可以看到 乌克兰现在国会通过了动员法 那么二军空袭各地的能源设施出重手 我们请叫韩明哥 现在乌克兰真的情况是很不妙 那他现在就是 虽然通过了动员法 其实就是从原来的那些人继续再挤人力出来 那其实越是这样征兵 你的战力反而是越来越低下 因为你最精锐的人都打完了嘛 然后现在就把体能状况比较差 年龄比较大 再硬征来 那这样子有什么意义 这个战争其实就在拖死狗 这样乌克兰只会越打越弱而已 所以要嘛就是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 现在能够给他大举的援助 可是看起来可能性很低 要嘛我是觉得乌克兰真的要仔细考虑 是不是应该要把战争停止下来 因为这场战争再打下去对乌克兰真的是 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有利的前景 但他可以停吗 他很难停 因为他如果 这个泽伦斯蒂下一停下来 他自己马上就要面临问题 他们国内也是主战派很多的 他搞不好他自己的下场会很惨 但是你叫他继续打 请问一下他到底要拿什么东西打 他现在手边的资源就都打光了 炮弹也没有无人机也没有 其他相对这些也没有 那你现在他 我跟你讲他现在对俄罗斯进行这种 这些能源设施啊炼油厂进行这种骚扰性的攻击 其实只会招致俄罗斯更大规模的报复 而且你这样反而会让俄罗斯 就是普丁对他俄罗斯内部的民众很好交代 因为我们遭受吴克兰的攻击 所以我们攻击他刚刚好而已 那他现在除了战场上不利之外 他后方民众的生活都会成问题 因为他这些所有的发电机构啊 全部都被俄罗斯打掉的话 一个现代社会长期没有电 你没有电就会没有很多东西哦 就没有水啊没有其他的相关东西 那请问一下人民到底要怎么生活 即使现在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冷 可是乌克兰这个日子还是很难过 那个逝去很快就会崩解掉 我最担心的是什么 你不趁现在这个机会谈到最后你知道 战场就是这样子 你一直撑撑撑撑到最后 你撑不住的时候 那个就是一泄千里你知道 然后就整个全面溃退 那个时候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 乌克兰的下场会更糟 你看为什么 国军那时候在上海不是守了三个月 跟日本拼 可是上海力气放进之后 牺牲了几十万人之后 力气一放进整个一路退到南京 是兵败如山倒 根本挡不住 就是因为你所有力量都用完了嘛 士气也就丧失了嘛 那就整个就溃退掉 就完全一发不可收拾 你知道兵一旦败的时候 那个失败的那种心理出现的时候 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抵抗意志 就是整个往后退 那个败兵一这样退下来 会导致乌克兰社会非常严重的后果 我讲实在话 那个会是一场浩劫 所以我真的觉得西方这些国家 拜托你们行行好 为了乌克兰人民 真的帮他们安排一个谈判的环境 是 我这边讲一下 刚刚韩濱 你知道那次就是徐邦会战 一败完以后 我跟你讲 徐邦会战是在江北嘛 那江英要塞就守不住了 一路就被追 追到什么地方去 你知道追到缅甸 就一直追到缅甸 所以滇缅部队是哪里来 是徐邦会战打完以后 一直被追到缅甸 后来也想办法 有一部分回到台湾来的 所以这个 你要坦白一点 大部分变成共军 因为同一个是内战就是这种现象 还有一个最伤士气的是什么 最伤士气不是少炮少弹 是少什么 少薪小 军人来讲 你如果说美军在不给他钱 他没有钱去发心想来讲的话 乌克兰整个士气就散掉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你不要看军人打仗 还是要给他薪水的 你如果没有薪水 我干嘛替你卖命替你打仗 对不对 那我老婆吃什么用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不要看 钱还是最现实的 就是回归到很现实的问题 对